一诺solo小春绝活露娜 之前完毕 小春被打到直呼 不会吧 经历了三连败的AG 最终没有拿到上赛季小兽教练带队的剧本 而且如今难稳A组 下一场 给带着速效救星玩观看比赛了 因为AG的半只脚 已经踏入了AS组的卡位赛中 并且就陷在AG的状态 坦提B组也不足为奇 上一场被MTG军训 揪出三人背锅选手 其中打野小春的操作 最为辣眼睛 1-5的阿古堵 1-7的劲 不被喷都算粉丝嘴懒 而自从卫央被小春替换之后 外界都在意了 因为小春是绝活露娜 才对上场 这期视频 咱们就来看看 一诺是如何质检小春露娜的 双方solo就此开始 前期双方先升到四级再秀 一诺非常激动 面对野王的绝活露娜 一诺上一次玩露娜都记不清了 但操作却一点不慌 第一回合 一诺借助野怪和兵线当跳板 月塔优先换掉小春 游奶郎春多少有些萌萌的 笑话一诺 什么意思游奶郎春 随即游奶郎春放出狠话后 送出122块的和鞋 第二回合 小春断大背一诺塔下再次击杀 诶诶 又酸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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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酸 游奶郎春 诶 又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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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回合 一诺巧用闪现 骗到小春断大 游奶郎春一惊再次躺下 配合一诺调侃放水 让游奶郎春非常难受 不是你断大了吗 我打不过很深 我活不住那儿 我2500不呢 不开心 我只是一个墙子下落子发起挑战 我赢了开心 要不要我放点水啊 真的 压力有点大 第四回合 双方护锈时 一诺几次延迟指向 为用闪现就击杀了小春 来到4比1 小春被打到直呼 一个绝活露娜被发育入选手教育 确实太难堪 第五回合 双方经济都已赋予于 对拼极限换装 在小春被打出复活甲和闪现后 尼诺露娜再次配合闪现收下 小春的第五个人头 结束solo制剑完毕 没事了牛奶 小伙伴们认为小春的露娜被一诺吊打 是人情世故还是solo不过呢